Hi 大家好 我是趙堯 今天這一集我來解說一下這個 我們怎麼去購買這個 外接的螢幕 就是普通的螢幕 那當然市面上的選擇很多 那如果你買了這個 iMac或者是MacBook Pro 筆記型的電腦 亦或是這個Windows系統的筆電 或者是台式的 這個PC的主機 那怎麼來選購這個 這個 外接螢幕 那這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課題 那接下來我就會 經由這個規格 跟用途 來一一解說 外接螢幕現在大部分都是 LCD以上的 的技術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面板的部分 由貴到 由便宜到貴 那 也可以從 想說是從左邊到右邊 那個技術的疊代的進步 那首先可以看到是第一個是TN面板 再來是VA 再來是IPS 再來是mini LED OLED 那各位可以看到主要是區分了這五種 那當然它有各有各的優缺點 那我們簡略的介紹一下 最主要的是你在挑這個螢幕的時候要記得這幾個面板 那有貴有便宜的 再來就是這個 各個面板 面板種類的這個 優點 我們先談優點 那缺點我們就不談 當然這個 螢幕的部分是越貴 那當然就是 功能越多越好啦 那 所謂便宜美好貨 那各位如果買的話可以依照用途跟預算 來取得這個平衡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這個TN 大部分都是平面的 它的優點是反應速度 很快 便宜 那VA的部分是 平面跟曲面 尤其是現在很多比較便宜的 曲面的電競螢幕 大部分都是VA 那色彩它只是中等而已 那好處是 安部的細節比較好 再來就是IPS 那這個技術也是蠻久的 那它當然也有做 平面的也有曲面的 但是IPS的曲面它的彎度不會很大 那因為它屬於 比較硬板的之類的 那它好處是色彩豐富 視角比較廣 大部分都是 專業需求的 一般傳統都會採用這個IPS以上 那比較新的在我看到右手邊 比較新的是 Mani LED 當然它也有平面曲面的 那這個就比較 開始就比較貴 優點是省電 那色彩接近這個OLED 那 最貴的當然就是 OLED這個面板 不管是電視或者是電腦螢幕的部分 它都是比較貴的 當然它也有平面跟曲面的螢幕 優點是色彩準確對比高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 這個更新率的部分 一般如果說 比較便宜的面板 它的更新率 或者說解析度 還有它的螢幕比例 我們可以看到 那像TN的部分 4比3 16比9 大部分它的更新率 大部分都是60赫子以下 那解析度也在1920 1080 等於說是HD的畫質以下 那VA就會等級會比較高一點 從2K到4K 那更新率 就是現在電競的重點 更新率就 60赫子以上 有的也會做到 160 以上或者是 200以上 都有 那IPS也是如此 那我們可以看到 從VA之後 大部分現在也流行 這個 寬螢幕 超寬螢幕 從傳統的16比9 到超寬的21比9 到超寬的32比9 都有 那你可以依照你的需求 去購買 再來就是背光的種類 背光的種類就是 關乎到這個 關乎到這個 螢幕的 售價的高低 那我們可以看到 TN跟VA面板 大部分都是 普通的LED燈管 那IPS有比較貴的 色彩比較準的 它就會做分區 控光的LED 當然還有比較便宜的 它就是普通的LED燈管 那MINI LED 它比較跟之前 這前三個 技術不一樣 它是控光的陣列 控光的陣列 等於說 很多區很多區 那 OLED就不用講 它是自發光的 控光畫素 就是每一個畫素 它都自行控光 所以它的對比度會很高 色彩會 很準確 很鮮豔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亮度 那大部分比較便宜的面板 TNVA 它的亮度大部分都在300以下 當然也有做到400的 可是這個400是不是真的有400 這裡有帶 檢驗或者是商榷 那IPS 普通的這個 辦公的話 你亮度在250到350 之間 其實就可以 那 為什麼會有那麼高 像MINI LED 500到1600 或者是說OLED 500到1200呢 那這個是 我們現在最新的這個 就是這個畫質的技術 叫做HDR 高動態範圍的畫質影片 那所以會需要這麼大這麼高的亮度 那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為什麼右手編的比較貴 左手編的比較便宜 那這攝影空間也是給各位再一個參考 所謂有SRGB 或者是 ICVAC 709 或者說 現在高動態範圍的攝影空間 P3以上 那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螢幕上這邊的圖表 那接下來 就是 比較專業應用的部分 叫做 硬體校正 那當然便宜的面板 譬如說你是遊戲的 或者辦公的 你不需要色彩很準確 沒有必要到 硬體校正的功能 那硬體校正是什麼 就是 螢幕製帶晶片 它可以把校正之後的ICC 就是攝影的空間的 修正檔 直接儲存在這個螢幕上面 那你接任何不同的電腦 色彩是以這個 螢幕硬體的校正之後的 ICC檔為主的話 就不用每一台機器 接的時候 重新再選擇 或者是 校正 儲存在 電腦的作業系統裡面的ICC 校正檔 或者說 色彩檔 那色彩採樣的顯示 比較有分 就是說 就是所謂的 顯示 幾百萬射 幾一射 那普通的當然就是8bit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在IPS這部分 它是8bit 大部分的 是8bit加 FRC 那這個FRC就是一種 抖動技術 就是模擬成10bit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 Mini LED這邊有10bit原生的 OLED也有10bit 當然比較便宜的 它也可能會採取8bit加FRC 那這個 HDR在Mini LED跟 OLED這邊 大部分可以 如果說嚴格講的話 HDR的 真的HDR的面板 或者是說這個電腦螢幕 它至少要具備的這個 亮度要400以上 400尼特以上 那 是不是有分區控管 還有這個 色域空間最少是P3的 90%以上 或者說另外一說是95%以上 那 是不是最少要 10bit原生 所以8bit加FRC 抖動 是不是符合HDR 所以在這個 VA或IPS 的面板上面 他們雖然 廠商都標稱 說 會有 他們支援HDR 那支援是HDR沒有錯 可是如果你沒有 這個 嚴格的條件 或分區控管 亮度達到 400nit以上 這些其實都是 我們稱之為 假的HDR面板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一談 用途的部分 那用途我們可以看到 在TN面板的部分 因為它便宜 所以 一般在POSE機 就是我們進銷純的POSE機 零售的 或者是辦公的電腦 那你不需要那麼 好的面板 那可以看得清楚就好 便宜 好用 那VA面板就比較適合這個 遊戲娛樂 那IPS的面板 它就是比較適合這個 專業的繪圖設計 或是程式編碼 攝影修圖等等 那Mini LED跟OLED 當然就是 如果你預算過 當然就是 你所有的用途 都是可以的 好 那接下來我會 藉由我自己的這個 技嘉的這個 34吋的超寬 螢幕 來跟各位解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買這個技嘉的這個螢幕 來使用 接下來我來 講解一下我為什麼會選擇購買這個 GIGABYTE 34吋 HDR的電競螢幕 就是 畫面上 現在看到的這個 首先我的需求是我要接這個 蘋果的Mac mini的電腦 因為它沒有螢幕 我像是iMac 那 我首先 因為我有寫程式的需求 雖然我已經退休了 但是我也現在在做這個 YouTube的影片 所以我也要想要 有這個 比較超寬一點的螢幕 那 在編輯影片的時候 那個 時間走的部分可以 比較多 操作起來比較方便 解架度 解析度是這個 3440x1440 那它因為它是電競螢幕 所以 它有這個 144的更新頻率 那 也有支援KVM 支援的很多的 這個部分 那色彩的部分 有91%的 P3 117%的 SRGB的色域 那亮度最高可以達到 400尼特 那有接口的部分 有Type-C HDMI 2.0兩個 那DP 1.4的有一個 那它還有一個 3瓦的喇叭 那這台 以現在 台灣這個售價來講 台幣15990元 那 那 這是我取的這個 中間值的部分 那 我為什麼不用曲面呢 因為在做 一些設計的時候 曲面它會有一點變形 那這個會有一點誤差 那這一台不能說是最好 但是這個是 預算有限 最後衡量的結果 就是去採取買這一台 那 除了這個之外 那也 給各位建議的 當然你 預算 足夠的話 買越好的面板 功能越多 那當然就 會發揮的金錢 也就越多 當然功能獲得的 效果也就越好 那 因為它是一個 超寬螢幕 那 解析度又是這個 21比9的 那再接上這個 Mac mini的時候 還有這個 我Mac mini現在 作業系統是 10.15.7 那它並沒有辦法 馬上就開啟這個 Retina的這個 High DPI的效果 那 怎麼樣在這個 不支援 High DPI 在這個蘋果電腦上面 跟你的外接螢幕 把它開啟High DPI 就是 4網目螢幕的效果 那接下來我就會介紹 一組軟體 安裝上去之後 那經過一些小設定 你就可以開啟這個High DPI 不然的話 像這個 解析度的話 你那個字體會非常的小 而且 也 也比較模糊 接下來 我來解說一下 如何在這個 外接的 不支援High DPI的 外接螢幕的解析度 不能夠開啟 High DPI Retina 模擬Retina的 這個外接螢幕的部分 在 Mac OS 作業系統 如何去 打開它 那首先我們借助這個 Switch RES 插這個軟體 那當然這個版本有分很多種 那你要去下載你對應的版本 依據你的作業系統下載去 那裝好之後首先它會出現在這個 設定的部分 設定的部分 它出現之後 按進來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兩個視窗 那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邊 就是About 那我們它會抓到你的螢幕 那因為我是外接的兩個螢幕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 M34WQG加這個 那在這個它會顯示這個 Display Information 這邊其實你通通不要動 那這個 Client Resolution 就是目前現在的解析度 它可以用的解析度都弄在這邊 那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是 就是出體的話是完全支援 出體的話是完全支援 像這個不是出體系體的話 它這個字是系體的話 就是沒有保證一定會支援 甚至 反正就是盡量不要用 對的 那這邊也可以看到 3440 140 62支 那我們怎麼去設定呢 第一個 如果說我現在是3440 1440 那我的解決方法 就是要用這個 自訂的 Custom Resolution 那我有設兩個 設兩個 譬如說是這個 那你這邊 如果說你自己設定一下 按這個加 它就可以再設定 那 按這個加 解析度 就是橫的部分 水平的部分 垂直的部分 要多少 那我是把它 模擬成 如果說它是兩倍 4倍畫素的 這個部分 我就把它模擬成 2560 乘以 1080 就是21-9的畫面 那兩倍的話就模擬成 5120 乘以 2160 以此類推 那 這個當然就會 關乎到你的字體 譬如說 這個字體 這個字體的 大小 跟那個 銳利度 清晰度 那我覺得調整成這兩個 那你當然 你調越高 依照你的顯示卡的 這個能力 運算的能力 它能不能接受 它也會這個軟體會幫你自動判定 像這個就是 75赫子 那如果把它調小一點的解析度 是608 乘以 1938 它就可以跑100赫子 那字體就會比較大一點 但是顯示區域它就會縮小 那我自己的 對 的用法就是 用 5120 乘以 2160 那再回到這邊 那你弄好之後你就 把它OK 那可能要重開機 你就重開機 它才會進入到這個解析度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是 可以看到這邊是 2560 1080 75赫子 它這邊也顯示的是 High DPI High DPI OK 那 這個要各位要注意一點的是 在開啟這個的時候 因為 MacOS MacOS 作業系統 它會偵測你的螢幕 如果你的螢幕不是它 這個 這個 那個 Retina螢幕 High DPI的 4倍 就是 水平跟垂直的 各兩倍的話 它並不會把 High DPI 預設它是關閉的 那如果你有支援 你的螢幕就會開啟 那怎麼辦就把這個中端機打開輸入這一段 這個 命令 它就會把這個 High DPI打開 High DPI打開之後 再來這邊 這個軟體的部分把它設定好你制定的這個 你想要的這個解析度它才會有作用 好 今天就講到這邊 希望 這一集的介紹可以幫助各位選擇這個外接螢幕 給大家做參考 記得訂閱喔 Bye Bye